Zither Harp 无需掏出钱包,一周前,香港首间无人零售快闪电Repic新术无人电量向西九龙澳海城,一举打破了老牌购物天堂香港无人新零售的老朗,而短短两小时后,微信支付的无人零售店夜景随其后在港开张,目前从全球来看,这两个中国国民应用的出海,已经走出了不同轨迹,以本地钱包再造外力, 相比微信支付在香港和马来西亚两地,有两个本地钱包,支付宝则实打实落地了九个,作为中国移动支付名片的代表,在走出去过程中是通过技术输出,而不是简单的买买买,支付宝这波硬核操作已经超越了花雨圈的范畴,规模更大而且模式也更重, 尤其在一带一路沿线上,三年监女后春笋搬得出来了九个,这样的支付宝亲友圈,将移动支付的一带一路顺先成型 一,一个菲律宾女工程师的移动支付梦,支付宝愿意拿出最先进的技术,在菲律宾,大多数当地女性都热衷于学生学医,而作为本地电子钱包开始的一个技术团队负责人, 阿领后的OYO就是当地少见的女工程师,小时候就,这忠于尊严的OYO如今每天和同事们讨论的,都是如何通过技术语言,帮助菲律宾更多的人用上移动支付,因为在菲律宾,还有66%的人没有任何银行账户,34%的城市居民,在附近找不到一个银行网点,90%的菲律宾人没有信用记录, 同时菲律宾还是一个典型的外劳输出大国,OYO和他的伙伴们,希望能通过二维码技术,改变这种不平等,去年,Cash这个菲律宾最大的电子钱包,把二维码首次带进了菲律宾人的生活,而在当地消费者对Cash越用越书人的同时,他们很可能还不清楚,消费和体验升级的背后,有着中国蓝色二维码的技术输出, 2017年2月,蚂蚁金服和菲律宾领先的数字金融公司Mint达成战略合作,Cash正是Mint旗下菲律宾最大的电子钱包,此后,蚂蚁开始把支付宝,在中国这十多年来积累的支付和风控等核心技术,因地之一地输出给本地合作伙伴, 这让Cash的整体用户数量翻了三倍,超过了800万,如今,不少菲律宾人开始习惯用Cash扫一扫,就像中国人一样,用电子钱包缴付水电煤,买电影票,或者线下充分的吃喝购, 当然最厉害的还要述今年6月相放本地钱包Alapace和菲律宾本地钱包Cash时,卸了全球手笔区块链跨境汇款,在港工作二,两年的菲律宾人Grace因此成为全球区块链跨境汇款转账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他激动地把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合影,也发布在了自己的脸书上,这背后,一不怕拥有群球区块链技术专利,最多的蚂蚁区块链技术团队的支持,让技术派O5O忍不住为航派工程师点赞,支付宝能愿意把最先进的技术拿出来,给最需要的人用,这非常了不起。 二,一个泰国华裔战略研究员的感慨,两个支付宝叠加场景里的EZE具体,二在泰国,则比菲律宾更早,在2016年11月,蚂蚁金服就和泰国领先的支付公司Ussend Money合作,打造泰国版本的钱包True Money,和菲律宾一样,在泰国同样有来自中国,拿行为工程师助手支援,同时,当地工程师, 也经常会飞去杭州参加各种技术交流会,祖上中国海南的华裔三代菲律在True Money公司里负责战略研究工作,他很愿意打开手机,上自己的True Money向记者,展示最新一次的杭州学习成果。 我们True Money里现在的一些线上场景,比如充化费,交水费,个人转账,还信用卡,爱信捐赠等等,都是直接从支付宝经验里讨备过来的。 但是我们也有我们泰国人喜欢的一些特定功能,比如购买聊天表情包。 如今,泰国人用True Money扫一扫,中国人用支付宝扫一扫,两个钱包楼有同属于一个收银台。 这已经成为泰国万家七到十一里常见的收银景象。 2017年来泰国旅游的全球游客与中国游客最多,超过980万人次。 现在他们基本上是喝完了,衣食住行,一部手机就能有变泰国。 他们用支付宝扫一扫这种又快又方便的感觉,也能教育和带动泰国本地人。 所以两个钱包使用场景的叠加出现,能不断巩固我们True Money处于泰国电子钱包第一名的位置。 Kerry骄傲地说。 三,一个支付宝走出去的拓荒者的心声,技术输出也不是拷贝不走样数据显示。 目前支付宝和他的小伙伴们已经服务到全球8.7活跃用户。 这其中,既有服务于中国人出境游的支付宝栏,已经覆盖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也有诞生于一带一路建设国家和地区的9个支付宝,包括,印度Payton,泰国True Money, 菲律宾Cash,印尼贵的韩国Canko Pay,马来西亚Pajan, 高巴基斯坦,EasyPacer,蒙加拉,Cash,中国香港,Alapayak。 其中,老大哥本地钱包印度Payton用户书从合作前2015年出的2500万, 合作三年提升到了去年底的超过2.5亿,目前排到全球第四大电子钱包。 颜色,功能和场景上几乎和中国的支付宝是孪生兄弟。 当然也针对印度人爱黄金的特点定制了黄金版额宝, 而最新上线不够半年的小弟弟,马来西亚本地钱包Payton Go, 现象还能用扫码过扎了。 这要马来西亚成为全世界仅次于中国的第二个可以用手机扫码做地铁的国家, 如果说中国企业走出去,1.0时代是贴牌生产,为代表的造船出海, 2.0时代是收购并购,为特色的买船出海。 我们现在在做3.0新模式,好比出海造船, 从一个到9个,请勿真实买以金服全球本地化钱包技术负责人, 是支付宝9个本地钱包走出去的技术负能总队长, 支付宝技术负能走出去,9个钱包一路走下来。 他说自己现在越来越意识到,技术输出不是拷贝不走样, 只有单纯的技术负能还不够, 未来还是更多生态负能,才能更贴合当地需求。 据第三方粗略统计,目前在一带一路国家, 上有超过20亿人没有银行账户, 而目前覆盖到一带一路, 沿线上9个国家和地区的支付宝9个本地钱包, 免下的是超30亿人, 将近全球近一半人口的巨大市场, 用一部手机即可解决当地大部分地方传统金融覆盖不到的问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指出, 由中国率先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是一种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区域发展, 模式,要看支付宝走出去, 要放在一带一路, 这个大背景下看, 放在中国新的开放战略之下来看, 不同以往的靠贸易输出, 靠出口拉动经济成长, 支付宝出哈德模式的核心, 在与人创技术和核心能力的输出, 最终可以和当地一起来解决, 一带一路沿线上普遍, 存在的传统金融服务老大难问其, 而对外经贸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志明和认为, 从支付宝在境外的九个本地钱包看, 几乎都落地在一带一路建设国家和地区, 顺应了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极端理念, 符合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建、互利共赢等思路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 支付宝机器走出去的本地钱包都是一带一路企业, 已经形成了一栋支付领域的一带一路生态学, 成为中国连接当地, 实现民心相通的一个数字化普惠金融整体, 本网站上的内容,包括大部限于文字, 图片及印视频, 除转载外, 军为时代在线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协议授权, 仅值转载, 链接, 转写, 或以其他方式使用, 为网上述声明者, 本网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如其他媒体, 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 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 C-H-I-D-I-N-G-I-G-T-I-M-E-G-W-E-K-L-Y-G-C-O-M